有10%的回饋喔 1000塊的優惠禮券 我們領好換手禮啦 3.3%優惠 30% OFF的優惠喔 就會送這個NICO M的帆布 莫特寶喔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博 我是維恩 來日本旅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購物吧 我們這次跟旅日程卡富邦J卡合作 YA! 要帶大家在東京用信用卡的優惠 歡樂又實惠的一日遊喔 GO! 那這次旅程的開始呢 我們就先來吃新宿的Blue Bottle吧 我們早餐的藍瓶咖啡 是富邦J卡的優惠特點 刷到這張卡消費的話 會有10%的回饋喔 新宿這邊的擺貨公司非常的多 而且這邊對行人還蠻友善 像我們現在走的這個空橋 都連接到很多不同的擺貨公司 還有購物的區域喔 我們吃完早餐大概走路兩分鐘 到新宿高島烏鴉 換迪士尼商店的優惠券喔 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去11樓的免稅櫃台 換到這個優惠券 那它裡面的內容 是你在迪士尼商店的消費啊 在12月31號之前可以享有額外10%的優惠喔 迪士尼商店消費完畢 所以我剛剛就剩手買了一個我最喜歡的 玩具總動員的file夾 我們現在來拆開看它 3 2 1 不錯不錯 然後主角蝴蝶 對啊 新宿高島烏鴉購買25000塊日幣 之後呢 退稅之後可以享1000塊的優惠禮券 那我們離士尼商店也逛完啦 帶大家在新宿的周邊 逛逛東橋比較常去的店吧 完經百貨馬路一面啊 是整棟都給男生購的百貨公司 愛光運動品牌的包裹啊 在日本使用富邦J卡 也都有3.3%的成功喔 像我自己啊 最近這幾雙鞋子啊 也都是在東京買的 那像這種比較高單價一點點的單品啊 3.3%的回饋 其實真的是蠻划算的 另外呢 在我身後的日本到處都有的 馬路一丸金百貨 還有剛剛的馬路一面消費啊 都會享有5%的優惠 那我們貼心想有提醒啊 日韓消費的3.3%的回饋呢 只有到明年6月喔 那我們再新宿逛完囉 接下來要去下一個景點 也非常好逛的 銀座 我們從新宿山町木 乘坐完市內線 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銀座了 我們中餐啊 要來吃東橋推薦的阿公妹啊 它是一個以米的料理著稱的店喔 這家店的原物料啊 都是來自於日本各地所產的 那像今天的白飯呢 就是產自青森的 青天的霹靂的品種喔 噢 超香的 店內也有販賣一些食品的乾貨 雜貨以及最重要的白米 那我們就刷庫邦J卡結帳啦 一樣3.3%優惠 那這家店剛剛我們也有提到 它除了餐廳之外 其實它是一家很時尚的米店 所以我們買了剛剛吃的 青天的霹靂的米 我們現在來到銀座的松屋百貨 要來兌換伴手禮 我們兌換伴手禮的地方 是在仿製遊客、化妝筆電 以及休息區兌換喔 那兌換伴手禮的流程呢 很簡單 就是 辦好卡之後呢 到台北富邦銀行的官方帳號 LINE帳號 然後呢 綁定之後 再到這邊來兌換 廚師畫面就可以囉 我們領好伴手禮啦 那除了伴手禮之外呢 我們還收到了幾張優惠券 開箱伴手禮 好 它的伴手禮啊 一共有四款 那我們這次所兌換到的呢 是這一個 哇 逛類的竟然還有甜點可以吃 真好 哦 銀座這邊啊 也是一個超棒的購物區 而且呢 它假日的時候 會有步行者天國 所以可以看到 大家現在都走在馬路上逛街 那除了伴手禮跟優惠券以外 在收購物還有5%的折扣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在銀座逛逛吧 銀座這邊呢 所品牌的旗艦店 那東小在這邊比較常逛的是 Gindasic 百貨公司還有 Uniqlo 我一定身上有幾個Uniqlo的單品 現在身上有四件 然後再加上這個手套就有五件啦 但是還是要再買一點 銀座這邊有文具名必訪的 一頭鴨一頭屋 我們從東銀座坐到大門站 現在要帶大家去看看 東京鐵塔還有喝下午茶 酵茶 酵茶帶大家來吃 織公園附近的 Lepang Kutitin 這家比利時的麵包名店 在塔伯路之下有3.69的高分 這家店的早餐在東京評價很高 除此之外 店內有販賣果醬以及麵包 我們吃完下午茶帶大家去織公園逛逛 現在雖然才五點 但因為冬天暗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晚上來到織公園這邊的話 是一個看東京鐵塔的好地方喔 那看完東京鐵塔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登上東京鐵塔 在這邊刷這一卡 買東京鐵塔150公尺的票 有30%OFF的優惠喔 找完七折之後 1200就變成840 覺得賺了好多喔 我後方是六本木 可以看到六本木之丘 我們要再遠一點呢 是新處 在東京鐵塔的商店啊 買東西也享有九折的優惠喔 看完東京鐵塔之後呢 接下來要去上野吃晚餐 我們現在來到上野啦 那首先先去吃晚餐吧 我們來吃這家嚴選羊食Sakura 我點這個是起司焗烤 它氣水很香啊 然後給的那個 蝦子非常多 非常的豪華 結帳囉 那我們吃完之後呢 再帶我們最後一個斜坪行程 上野觀望吧 那請問一下上野逛街的重點是什麼呢 這邊最知名的當然就是 阿美恆定的藥妝店啦 那上野的PARCO 上野最近開的百貨公司 還有電影院在裡面喔 後面就是上野大人氣的多慶屋啦 在這邊刷卡消費的話 滿5000最高享10%的優惠 我們在多慶屋小小的買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蠻出名的起司鱈魚條 然後還有一個是 Hucky的白桃跟草莓口味 起司味好濃喔 嗯 好啦我們今天消費一整天了 最後要來介紹一下一個 很漂亮又實用的新婦禮 就是呢 只要你申辦是新婦 申辦富邦的J卡 在一個月內 你有消費滿 無比不限金額 或者是呢 你有滿5000塊的話 就會送這個 NICO M的帆布 通通通特包喔 我們現在回到上野菜單來演技術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購物行程啦 那首先我先講一下這張卡的特色 我覺得它的3.3%的回饋 就非常的超值比一般的信用卡還實惠喔 那當然是買越多也省越多啦 沒有錯,那除了剛剛提到的3.3%回饋之外 我們今天也去了不少有專屬優惠的店 像是藍瓶咖啡、東京鐵塔還有新宿的高島屋 除此之外可以免費使用全日本29個機場貴賓室 那當然啦,你不要忘記這個好看又好用的新護理喔 好,那最後再貼心的洗一洗大家一下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大部分的優惠都直到2019年的12月31號喔 來不及辦卡的朋友也別緊張 台北富邦銀行在明年度還會有更多優惠方案 詳情可以加入台北富邦銀行LINE官方賬號或轉賺 獲得第一手的資訊喔 大家詳細的請進行看我們影片的說明 我是包播 我是尾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